古朝鲜时期的异计有多悲惨 他们在成年以后都要接受盘发力 就是要把自己的出业献给陌生的男人 可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却被一名遭老头子看中 虽然女孩十分的不情愿 但她也不得不接受异计的命运 解开头上的丝带交给老头 可谁能想到 就是他们看不起的这个女孩 日后成了朝鲜历史上的一代传奇 她就是黄真一 真一在一个寺庙长大 她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为了能找到自己的母亲 年仅十岁的真一做了一件就连成年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她在佛前整整拜了三千拜 只为能有一个和师父下山的机会 在她的坚持下最终完成了三千拜 可她也被累得晕倒了过去 下山之后她没有找到自己的母亲 她并不知道母亲是谁 只是听说母亲穿着单红裙和漂亮的短衫 身上散着香气 其他的她一无所知 这是一群衣着华丽的教方艺迹从街上经过 他们全都身穿单红裙和漂亮的短衫 浑身散发着香气 她仔细地观察着从身边经过的每一个异计 希望能认出其中有一人是她的母亲 直到所有的异计全部走了过去 她依然没能找到母亲 年幼的她非常的伤心 这是她知道的关于母亲的唯一信息 在临间休息的时候 她还在回想着今天发生的事情 这是她突然被远处传来的优美乐曲所吸引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她看到了和寺庙截然不同的生活 一群正在翩翩起舞的女子 她们不仅衣着漂亮 就连舞姿也十分的优美 看得她如痴如醉 突然寺庙中的师父拦在了她的面前 强行把她给带走了 回去之后因为这件事 庙里的师父狠狠地对她做出了处罚 可即便如此也抵挡不住一个孩子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晚上的时候 她会趁着四下无人开始练习起白天的舞蹈 就连打坐的时候回想起看到的舞姿 也会情不自禁地舞动着小手 但她并不满足于此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她偷偷地跑下山 从路人口中打听到教方的地址之后 一个人跑到教方的门口 但由于她的身份是僧物 说什么也不让她进去 于是她只好趴在墙头上 偷偷地看着院内女子翩翩起舞 从没有任何舞蹈经验的 她仅仅只是看了一遍 就能完美地复制出刚刚看到了舞蹈 正在她沉浸在舞蹈中无法自拔的时候 贝正准备出门寻找有天赋同济的白武看到 在看了真一的舞蹈之后 白武确定这个女孩就是她要找的人 于是便上前主动跟女孩搭话 询问她叫什么名字 是否愿意来她的教方学习跳舞 还没等女孩答应下来 两个寺庙的师傅就赶了过来 他们告诉白武 真一是寺院的僧女 她的父母是绝对不允许她去教方跳舞 说着就把她给强行带走了 回去之后师傅把真一关进了柴房之中 让她好好地反省反省 可即便如此也没能打消真一想要学习舞蹈的想法 她以绝食来作为抗议 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喝一口水 没有吃下一粒米 师傅带着同样寄养在这里的孩子们前来劝说她 想让她放弃去教方学习的想法 可她依旧还在坚持着自己的想法 而在另一边白武也在回想白天真一跳舞的场景 如今她的教方正至青黄不接的时候 她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把真一给弄到手 直到这天 白武的手下无意中竟然发现白天的师傅来到了教方 这让她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真一的真实身份是白武一名叫做玄金的女弟子的女儿 她不想让女儿重蹈自己的父子 所以才把她给寄养在寺庙之中 师傅今天来是给玄金说真一想要去教方学习舞蹈的事情 可就在这时 屋门被打开了 白武走了进来 刚刚两人的对话也都被白武听到 在白武看来 一季生出的女儿以后注定也是一季的身份 再者说真一的天赋如此的优秀 她一定要把真一抓到自己手中 她让人去关押真一的柴房把她给接过来 可等他们来到的时候真一已经不见了踪迹 只留下窗户上的一个大窟窿 原来就在昨晚的时候 真一为了能去松都教方学习跳舞 她用木棍撬开了窗户逃走了 手下的人马上把这件事汇报给了白武 白武认为是玄金把女儿给藏了起来 为了逼迫玄金说出真一到底在什么地方 白武让人绑住了她的四肢 让她趴在木板上接受惩罚 但她都没有坑声 她不能把女儿送到这个火坑里面 愤怒的白武让人继续用心 直到打到她张口为止 可直到她被打得晕了过去 她依然没有张口说出女儿的下落 在被一条凉水浇醒之后 白武原本还想继续让人动手 可却被身边的男人给拦了下来 如果再继续打的话 玄金势必会被活活打死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于是便下令把玄金给放了 可就在下人带着玄金刚刚离开的时候 白武就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女孩并不知道跪在地上的女人 就是自己的母亲 她只是扭头看了一眼母亲 便在白武的蛊惑声中牵住了她的手 晚上的时候玄金找到航手白武 她不想让年仅十岁的女儿就流落风尘 她知道白武的心中 只有成为女业航手的欲望 但这也不能让自己的女儿 成为白武内心欲望的忌品 回去之后白武也想了很多 想到自己最得意的弟子玄金当年跟一个帅气的男人相爱 但由于男人是一名贵族 两人终究不能走在一起 在他怀上孩子之后 男人只给他留下了一包药便转身离去 但玄金却不忍心打掉肚子里面的孩子 于是把男人留给他的要愤怒的给撕掉了 经此一事之后 由于内心的伤痛始终无法愈合 最终导致他的眼睛也看不见了 白武十分同情玄金的遭遇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他找到当地的留守大人 希望可以免去对玄金的处罚 并且以自己的性命担保 玄金以后不会做出触犯国家律法的事情 留守这才答应了下来 至于真一是否要留在教坊 就要看他自己的意思了 晚上的时候 玄金特意找到真一 掀开盖在真一头上的被子 他的双眼中含满了泪水 但这一切母亲却看不到 就在他准备抽回手的时候 真一拉住了他 因为刚刚他从这只手上感受到了母亲的味道 他哽咽地告诉母亲 他不希望自己一次次被亲人抛弃 听了真一的话 玄金的心都快碎了 此时此刻他同样也不愿跟女儿分开 就这样真一留了下来 第二天的时候 他亲自为女儿梳妆打扮 真一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今后不仅能够经常陪伴在母亲的身边 还能练习自己喜欢的舞蹈 就这样一代名记皇真一 正式地踏上了一级这一条道路 身为一级要学习的很多 不仅要掌握足够多的文化知识 还要懂得梳妆打扮 服饰的搭配 音律学习自然也是不能少 每天还要对着瀑布练习自己的嗓音 自然还有真一最喜欢的舞蹈 而唱歌跳舞的基础则是有一个好的肺活量 为了训练他们 白舞带着他们来到山间的水潭之中 让他们在水中憋起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 时光如梭白鞠过喜 一转眼就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当初的小女孩如今已经成了一个 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一群女孩正在河中洗澡 殊不知一旁的这个男人 在好友的怂恿夏正在偷他们的衣服 可他却又被面前女孩绝美的容颜所吸引 就连手中的衣服被封刮走也不知道 当他发现有男人正在偷看的时候 吓得他马上尖叫了起来 洗澡的女孩也都纷纷尖叫着四散而逃 至于偷衣服的男人们也赶忙溜走 回去之后白武狠狠地处罚了他手下所有的女孩 作为一鸣一己 被男人看到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更何况他们的身上还都穿着衣服 而偷真衣衣服的男人名叫金恩浩 是一名贵族子弟 自从上次见到真衣的绝美容颜之后 他就患上了严重的相思病 为了能再见一次真衣 他再次来到教方的门口 可等了两个小时 依旧不见真衣出来 而此时的真衣正在院内练习着画画 老师非常的不解 女孩子家家一般都爱画一些花花草草 可真衣画的却是竹子 他从画中看出了真衣的心情十分的浮躁不安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真衣的母亲玄金找到他 女儿越长越大 他不希望女儿继续留在教方之中 如果不能及早地摆脱这层身份的话 迟早会沦落成男人的玩物 可真衣却不愿离开 这里有她的朋友 有她喜欢的乐器以及舞蹈 老师放下她的画之后就离开了 真衣现在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突然一阵风吹过 直接把她的画给吹飞了起来 落在外面的地上 正好被在这里等待真衣的恩号警道 两人也因为这幅画再次见面 回去之后 原本不喜欢画画的 他竟然也开始练习画起了竹子 可他的心情就跟真衣一样 始终无法静下心来 总感觉自己画的跟真衣的差了那么一丢丢 就连上课的时候也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而在另一边 真衣还在每天坚持着训练 但白武始终对他的舞姿不满意 说他下脚太重 跳舞要有一种轻盈的感觉 为了找到这份感觉 他先是弄来了黄泥 可踩在黄泥上只有一种材石的感觉 显然黄泥这种物质不行 于是他又跑到厨房找来了一坛香油 可踩在香油上面只有一种拉丝的触感 同样也没有轻盈的感觉 他来到了城外的杂技团 想要学习杂技团高空走绳的技能 最终团主答应他 只要他能在集市上 从绳子上面安全地走一趟就决定教他 可回去之后小伙伴就告诉他 学习这个如果被航手发现的话 是要被活活打死的 因为高空走绳在当时只有男人才可以去做 但真衣并不在乎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偷偷练习之后 他走绳的技术也愈加地熟练 脚步也越来越轻盈 恩浩正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不不停 而正在走绳的真衣突然发现不远处航手白武的身影 惊慌之下他直接从高空掉了下来 就这样两人有了第一次的亲密的接触 嘴唇触碰在一起的时候 两人都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于是便赶忙逃走了 刚逃到一条小巷子 恩浩就追了上来 原来是自己在逃走的时候忘记穿鞋子了 而恩浩之所以过来是特意给他送鞋子的 真衣看着面前帅帅的男孩不禁对他产生了好感 晚上的时候两人回想起白天时候的肌肤知青 初吻奇特的感觉让两人难以入睡 久久不能忘怀 尤其是正值青春期的贵族小少爷恩浩 为了能够再次见到真衣 他跑到了教方的后门 想要偷偷地看一看真衣 但却被他们家伺候他的下人德巴发现 德巴一眼就看出了小少爷的心思 于是便拿出了一枚铜钱 放在了真衣好友丹心的手上 想让他帮忙把真衣给约出来 丹心看了一眼门口的恩浩 确实是挺帅气的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在德巴和丹心的安排下 两人当天下午就见了一面 虽然恩浩表现得有一点点的害羞 但真衣还是答应了他的约会 在不知不觉中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更进了一步 可也因此忘记了回家的时间 直到晚上的时候真衣才和丹心回到教皇 刚一回来便遇到两个小姐妹 他们告诉真衣 现在航手正在满天下地找他 并且还十分地生气 真衣战战兢兢地来到航手的房间 白武马上质问他今天是不是在街上高空走绳了 事已至此 真衣只好如是回答了出来 白武非常的不满 因为在他看来学习这种东西 只会耽误学习舞蹈的经历 可真衣却告诉他 他练习高空走绳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由于身在高空 时刻都不能松懈精神 否则的话必定会掉下来 这跟跳舞是一个道理 必须集中精力用心去感受 听了他的话 白武若有所思 他没有对真衣做出处罚 或许这种方法真的可以帮到真衣 真衣看白武并没有反对自己高空走绳的事情 于是在以后的时间内经常会在临间联系 但跟往常不同的是 他的身边多了一个人的陪伴 长时间的相处让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开始慢慢升温 每每直到晚上的时候 两人才开始恋恋不舍地准备回家 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恩浩的异常引起了父亲的注意 他让恩浩的母亲好好看看 恩浩最近到底在干些什么 很快母亲就得知了儿子正在谈恋爱的事情 并且还得知了对方竟然是一名异计的身份 于是就怒气冲冲地找上了门 刚一见面就给了真衣一个大瓜子 一旁叫方的女孩看情况不对 马上跑去找到白武 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给了白武 至于真衣 他也不是好惹的 几句话就把恩浩的母亲气得够强 恩浩也非常不满母亲的行为 明明是自己向真衣求爱的 母亲为何要惩罚真衣 母亲看到一向乖巧的儿子 竟然跟自己顶嘴 他认为这一切肯定都是真衣怂恿的 于是他在恼羞成怒之下 去一旁的水缸中 咬了一条滚烫的热水 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眼神中 朝着真衣就泼了过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收到消息的白武及时赶了过来 他将真衣护在怀中 用身体为真衣挡下了泼来的热水 虽然被人泼了热水 但一向高傲的白武还是跪在地上 陪着笑脸跟恩浩的母亲表示歉意 即便他身为异计的行手 可在贵族看来 依然还是卑贱的身份 最终在白武的极力担保之下 恩浩的母亲这才暂时放过了真衣 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让真衣备受打击 晚上的时候 恩浩想要去安慰真衣 可却被母亲给拦住了 坚决不让他出门 而在另一边 真衣也委屈地哭了出来 白武看到以后十分地心疼 于是他便教真衣跳舞的方式 来缓解这份伤痛 作为一名一己 一辈子不可能只为一个男子而活 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不要强求收获一份爱情 当遇到一份受伤的爱时 不要尝试着遗忘它 而是把它放在心底 在快乐的时候 能露出笑容的不是一己 只有在面临痛苦和愤怒 以及怨恨的时候 还能一笑而过的 才是真正的一己 真正的一人 另一边 恩浩为了能够再次见到真衣 他趁着上学的时候 偷偷地溜了出来 这一次恩浩把祖传的戒指 亲自带到了真衣的手上 并且表示母亲这边 他会亲自搞定 可他还只是一个孩子 又怎么可能会是母亲的对手 恩浩这边还没有搞定他的母亲 真衣这边就迎来了 他的人生大事 身为一己 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 都必须要接受盘发 就是要把自己的出业 献给陌生的男人 听了白武的话 真衣心中不由地一惊 很快恩浩便知道了这件事 他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一定要想办法 把真衣给赎回来 恩浩的父母同样 也在为儿子的事情发愁 为了能够让儿子 对真衣彻底地断了念想 两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很快就到了 一记门盘发里的日子 一大早他们就开始梳妆打扮 可所有的女孩都开心不起来 心情十分地低沉 他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知道他们接下来 要面对的是什么 不出意外 真衣被恩浩的父亲看上了 他今天要为这个漂亮的女孩 举行盘发里 可就在这时 恩浩及时出现阻止了父亲 白武则是把一把刀 放在了恩浩的手中 因为按照盘发里的规矩 两个男人同时看中一个女孩 如果他们都不肯让步的话 就要用刀剑来决定女孩的归属 而他的好友仙仙 由于不想把自己的出业 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 他想要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留给他喜欢的男人 男人同样也喜欢着他 他是富人家的一名仆人 但他却不愿意 这种方式得到仙仙 因为他知道 接受盘发里的女孩 如果发现不是处子之身 必定会将受到严酷的处罚 既然给不了仙仙想要的幸福 就更不能做出伤害他的事情 男人离开之后 他坐在地上哭了很久很久 但他实在是不愿接受这一切 于是便在盘发里的前一天 选择了自己 以此来守住自己的清白 仙仙的死让教方 所有的女孩都非常的伤心 这或许就是 他们一计必须要接受的命运 要么成为权贵们的玩物 要么年纪轻轻 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这名叫做芙蓉的女孩就不同了 她想要用自己的身体换取更大的力 来到她房中的这名男子名叫必吸手 是一名王室宗卿 就在她准备解开芙蓉衣袋的时候 芙蓉拦住了她 并且明确地表示说 希望男人可以帮她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男人竟然拒绝了她 并且还帮她重新系上了衣袋 芙蓉非常的疑惑 男人告诉她 一计就要有一计的样子 她不喜欢贪恋权势的人 贪恋财务的一计她还可以接受 但是贪恋权势的一计她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说完男人便离开了 而芙蓉也为她今天鲁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于是在第二天晚上 教方的行手把她安排给了一个糟老头子 感受着衣服一渐渐被脱下 她也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但也因此让她的心更加的恶毒 而这边的真一 看上她的同样是一个糟老头子 为了保护真一 一直喜欢她的恩好冲了出来 她希望父亲可以放过真一 可以记在盘发里的时候有一个规矩 如果两个男人同时看上一个女人 那么两个男人就要用刀剑来决定女人的归属 此时的父亲已经在强行忍着心中的怒火 台上的众人都非常的气愤 纷纷开始指责恩好的不孝行为 为了一名义记竟然要跟自己的父亲拔刀相向 简直伦理败坏不成体统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把恩好逼得进退两难 傻傻地愣在原地 最终她丢下了手中的刀 悲愤地离开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她父亲和白武的计划 目的就是为了拆散恩好和真一 白武不想让真一嫁到贵族家中 因为她知道异计的身份 必定会让她今后的生活非常的气宝 恩好的父亲同样也不愿意 一名异计成为自己的儿媳 否则的话这件事必定会成为她的笑柄 但他们都没想到的是 因为他们从中破坏 不仅没能让真一盘发成功 还断送了恩好的生命 对于男友的离去真一悲痛万分 每逢恩好的忌日 她都会来到两人曾经许下白头到老诺言的地方 来悼念恩好 一转眼四年的时间过去 真一实在忍受不了对恩好的思念 她想要追随恩好而去 可就在一步步慢慢地往河中央走去的时候 一个躺在河边睡觉的男人发现了她 男人不顾真一拼命地挣扎 强行把她给救了上来 可上来以后真一就给了男人一巴掌 男人本想训斥真一年纪轻轻不该就此寻短见 可真一由于悼念恩好的时候喝了太多的酒晕倒了过去 男人看着晕倒在自己怀中的漂亮女孩 不禁对她生出了一丝好感 这时教方来寻找真一的人也赶了过来 她从男人的手中把真一借了过来 把她给抱了回去 回去之后真一洗了一个热水澡 这一刻她想了很多 如今恩好已经不在了 但拆散她跟恩好的人还在 她要向这些人展开抱负 不管这个人是高高在上的达官贵人 还是教方的行手 想通之后她在下人的服饰下换上华美的衣服 挂上漂亮的挂饰 插上精美的发饰 从此刻起一记黄真一已经不复存在 留在这里的只有一心想要复仇的一记名月 她要成为所有男人都梦寐以求 却又都得不到的女人 因为白武曾经参与拆散她跟恩好的计划 所以她在见到白武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客气 只是略微地点一下头 随后便不再理会白武直接离开了 如今的真一不仅相貌出众 就连才艺也十分的厉害 上至王宫大臣 下至刘明乞丐都对她仰慕有加 但跟她约会的代价也非常的昂贵 据说就连握一下她的手都需要付出一栋房子的代价 她的生活也非常的奢华 她出行乘坐的轿子甚至跟宫内的贵妃不相上下 这天真一正在给十全大人弹奏乐器 十全大人是朝中有名的权臣 就连国王也要给她几分薄面 可就在真一正在弹奏的时候 一个男人突然吹着笛子从树后冒了出来 男人刚刚在路边跟乞丐抢饭吃的时候 发现了真一的美貌 于是便一路跟了上来 对于男人突如其来的打扰 真一并没有在意 两人开始非常默契地演奏了起来 异曲结束之后 两人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整生 男人趁机提议要跟真一共度春宵 没想到真一竟然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在真一看来 能让他动心的不一定是金银财宝物质上面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一个懂他的人 十全大人看别人只是吹了一个小曲便得到了真一的青睐 他马上就不乐意了 要知道他可是送上了两套别墅才换来真一的才艺表演 为了能够得到真一 十全大人表示说自己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 可真一却表示说 不仅要做他的正式夫人 还要求他抛弃造康之妻 十全大人满脸的震惊 要知道朝鲜当时的律法规定 异计最多最多只能做切实 但十全大人还是答应了下来 果然 一个男人在下定决心要得到一个女人的时候 他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已经落入了真一的圈套之中 真一让人抬来用来打屁股的木板 十全大人一脸的猛逼 不知道真一准备做什么 真一十分淡定地告诉他 我身为异计要做正式夫人是死罪 你身为朝廷重臣 却要取一名义计来作为正式夫人 这也是死罪 那么是大人您先打屁股接受惩罚 还是我先打屁股接受惩罚呢 真一的一番话 把十全大人气的血压直接飙到了180 而这也正是真一想要看到的 他就是要报复这些自以为是的贵族们 以此来祭奠他死去的爱情 女人掀开自己的裙子 紧接着一旁的男人 就在女人洁白的裙子上做起了事 男人是明朝的使臣 他对真一非常的满意 并且表示下次来朝鲜的时候还会来找他的 可没想到真一竟然把使臣 写有诗词的裙子给撕掉以后烧了 这让使臣万分的愤怒 要知道在当时 明朝随随便便就可以灭了朝鲜 在所有人看来真一此举 必定会给朝鲜带来灭领之灾 使臣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是为了废除朝鲜的香乐 奉行明朝的唐乐 所以不管异计们演奏的多么出色 使臣大人都表示非常的不满 眼看朝鲜的香乐就要被废除 就在这时 真一拿着他的玄情走了进来 真一原本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原计划是安排京都教方来参加的 可京都教方的行手梅香 知道这次的事情不简单 他唯恐到时候 高官把废除香乐的责任 推卸到自己头上 于是便提议让自己的同门 师姐白武来接这个任务 梅香的行为 让他手下的芙蓉非常的不满 在他看来 这是一个绝佳展示自己的机会 为何要让给别人 可梅香却十分清楚 这里面的厉害关系 如此重大的事情 白武第一个想到的 便是自己手下最为优秀的真一 真一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可在即将开始的时候 真一突然失踪了 真一之所以会失踪 他也是为了让这些达官贵人出仇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金大人竟然主动找到了他 真一本想拒绝 但他却在金大人的眼中看到了真诚 这份真诚就跟他在恩浩的眼中 看到的一样纯洁 于是在即将结束的时候 真一才带着他的玄情姗姗来持 跟史辰请安之后 说明自己的来意 本以为他是准备用情声来征服史辰 但当他拿出玄情之后 众人都被惊呆了 原来他的玄情上竟然没有一根琴弦 史辰原本想要发怒 可却被接下来真一的话给堵了回去 真一以他的聪明才智 化解了史辰心中的怒火 一旁的官员看史辰似乎挺开心 顺势表示说真一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就连诗词歌赋也非常的不错 接下来真一更是用自己现场做出的诗词 化解了这场危机 史辰对他的文台也非常的钦佩 作为对真一的奖励 史辰便在他的裙子上同样也付试一手 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真一竟然当着众人的面 把史辰刚刚写在自己裙子上的诗词给撕掉 并且又丢进了一旁的火盆之中给烧掉了 史辰非常的愤怒 在他看来 这是真一对他的挑衅 可真一却非常的淡定 并且还直接把史辰刚刚写下的诗词给背了出来 原来真一只是在史辰写下诗词的时候 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一眼 便将他深深地记在心底里 史辰对此很是满意 朝鲜的相悦也因为真一而得以保留下来 大人们对于真一的出色表现大家赞赏 而梅香却不乐意了 他原本是想让松都教方的人出仇 让他们的人来背锅的 可没想到因为真一的出现 不仅扭转了松都教方不利的局面 还让他们大放光彩 而他们京都教方则黯然失色 于是便准备故意给他找点麻烦 梅香刻意地询问真一为何不会跳舞 真一告诉他 并不是自己不会跳 只不过是没能遇到一个能够感动他的舞蹈 即便他的师父白武当年身为朝鲜第一级 但在真一看来 在他的舞蹈中始终还缺少一些东西 白武明白 真一始终还在记恨着当年他拆散恩号的事情 但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他希望真一可以放下过往 在教方中做一名优秀的一级 用心地去练习跳舞 可却被真一给言辞拒绝了 在真一看来 白武只不过是在利用他来获取更多的名利以及地位 作为一个践踏爱情抛弃了真心的人 又怎么能交出好的舞蹈呢 两人就这样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真一便找到了梅香 他明确地跟梅香表达了自己的来意 并且表示事成之后自己要做女乐的行手 虽然这个位置梅香也很想做 但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只要真一能够帮助他打败白武 他什么都愿意做 自己挥下最优秀的一技转投到别人挥下 这让白武非常的气愤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白武便把梅香给告了 三个月后将会举行全国女乐行手的选拔比赛 如果自己输掉了比赛 将永久退出教坊 反之梅香也一样 至于真一则要被贬为关闭 在当时的朝鲜 关闭的地位非常的低下 就连正眼看普通人的权力都没有 真一的母亲就是当时的关闭之一 但真一还是答应了下来 可真一练习的时候非常的不尽远因 就连梅香也对他非常的失望 但他并没有放弃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真一每天坚持在脚上绑上沙袋在林间奔跑 在河中不停地练习奔跑 就连晚上他也会趁着别人熟睡的时候偷偷地练习 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 他的舞姿就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 他就学到了剑舞的精髓 也跟上了队友的脚步 但也因此遭到了芙蓉的嫉妒 从小就跟着梅香的芙蓉 还从来都没有被梅香用欣赏的眼神看过 而他要做的就是让真一在赛场上出丑 这样的话他就会被贬为关闭 一辈子都不可能再抬起头做人 女人推开房门 掀开帘子走了进来 主动跟毕大人表示说 希望今晚可以陪他共度春宵 毕大人自然十分的开心 要知道真一作为松都最有名的义籍 一直秉承着卖意不卖身的原则 对于他的主动投怀送抱 毕大人自然不会拒绝 毕大人怀着激动的心情 用他那颤抖的小手想要解开真一的衣服 可就在这时 真一的脸色猛然一脸 毕大人不由地开始冷笑起来 看来真一跟其他的义籍都一样 总是会在关键的时候提出诸多的条件 但他还是告诉真一 今天他已经准备了足够多的钱财 让真一可以放心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真一竟然拿出一袋钱放在了桌子上 他要花钱来脱毕大人的衣服 身为王室宗卿竟然被一名义籍买下初夜 这让毕大人难以接受 可没想到真一又拿出了几袋钱放在了桌子上 但就在准备脱毕大人衣服的时候 真一转身就准备离开 并且表示说身上就带了这么多 今天就到此为止 不完了 遭到侮辱的毕大人不仅没有放弃真一 反而激起了他的好胜之心 在回去之后 他让人准备了大量的金银财物给真一送过去 得知真一如果输了两个月后 女约的比试就会被贬为官邸 他准备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 到时候来一个英雄救美 借此来俘获真一的放心 可真一对他送过来的财物连看都没看一眼 就让人原封不动地给送回去 并且还付诗一手羞辱毕大人 毕大人感受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 但这也更加坚定他要得到真一的想法 而在另一边的真一还在练习着舞蹈 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比试 路过的金大人看到真一以后一脸的宠意 就在他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发现真一有危险 一根木头静止飞向真一 金大人想都没想 马上飞奔上前保护真一 飞来的木头刚好撞到了金大人突出的腰间盘上 直接把困扰他多年的疾病给治好了 这次的事情很明显是有人想要害真一 白武非常的生气 在自己的地盘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是他绝对无法忍受的 于是他必问手下的一计究竟是谁做的 但却并没有人承认 另一边的芙蓉也在调查这件事 可同样也没有得到答案 但让芙蓉没想到的是 梅香竟然怀疑这件事是他做的 根本就不听芙蓉的解释 另一边 真一看着躺在床上的救命恩人 他想要以身相许来报答对方的救命之恩 可看着金大人一脸胡子拉叉的样子 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是自己的初恋恩好白白净净的比较好看 作为报答 真一为金大人谈起了情 这一幕也正好被毕大人看到 顿时醋一大发 于是便把气发泄到了其他女人的身上 随着蜡烛的吹灭 美好的夜晚也就此开始 另一边的芙蓉感到十分的委屈 所有的好处都被真一占了 她则是那个受气的 为此她决定要好好地报复真一 一群女孩正在翩翩起舞 就在她们跳到关键时刻的时候 芙蓉一个眼神 其他女孩纷纷往后退去 只留下蒙在鼓里的真一还在继续跳着 一旁的观众也是十分的惊讶 这绝对是一场直播事故 等真一发现的时候 女孩们已经退到了四周 她一脸疑惑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手中的刀也不由自主地掉在了地上 可随即她又明白了过来 这绝对是有人在故意整她 可真一又怎么会让这些人如愿以偿 只见她走向一旁拔出示威手中的长刀 随后又来到舞台之上 耍起了她自创的舞蹈 她将白舞传授给她的贺舞 以及梅香传授给她的剑舞相互结合 一时间舞得有模有样 把在场的观众都给看待住了 白舞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梅香则是满脸的气氛 她认为白舞是跟真一联合在坑害自己 其实这一支舞真一很早就会 是她在跟恩浩相恋的时候给恩浩跳的舞蹈 当初跳的时候心情十分的愉悦 满怀着对恩浩的爱 现在她刚好以这支舞来祭奠她的悲惨的初恋 一支舞跳完之后 台上的大人们纷纷开始鼓起了掌 很明显 芙蓉这次算计真一的计划失败了 但按照规矩真一还是输了 三位大人询问真一为何在跳舞的时候 突然脱离了队伍 对此芙蓉早已经想好了应对的说辞 她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了真一的身上 表示说真一为了在场上出风头 故意没有按照新排练的舞蹈进行 梅香为了保住自己女乐行手的位置 为了自己跟白舞的赌约 也只好跟芙蓉狼狈为奸 表示芙蓉说的都是真的 没想到真一为了能够出风头竟然做出这样的事 真一面对两人的联合坑害 现在就算她跳进汉江也洗不清了 不过好在主评委是毕大人 虽然不好过分地偏袒真一 但略微的帮助还是可以的 她表示真一在最后的个人读舞非常的惊艳 于是便跟另外两位评委商议 免除对真一的其他处罚 让她重新回到白舞的身边接受管教 帮助完成各种没有完成的舞蹈 至于梅香虽然保住了女乐行手的位置 但她却并不开心 她想要的并不单单是这个位置 更重要的是打败她的师姐白舞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自己的徒弟富荣 至于真一也只能重新回到白舞的身边 穿上鹤舞的衣服 跟师傅白舞重新开始练习鹤舞 她的这一身装扮刚好被来到这里的金大人看到 而金大人也早已经被真一给迷的神魂颠倒 第二天的时候 毕大人特意带人一起跑到教坊找到真一 本以为真一会因为上次的事情对她表示感谢 可看真一的样子并没有想要对她表达谢意的想法 为了讨好真一 毕大人特意为真一演奏起了玄情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真一竟然打起了哈欠 并且表示说她的演奏实在是太无聊了 让人听着十分的辛苦 说完便起身离开了 这可把毕大人给气坏了 之前被她羞辱也就算了 今天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她 她发誓一定要找回这个场子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她让人给真一送信 约她去城外的凉亭约会 因为有高人指点过她 只要按照她的方法做 绝对可以搞定真一 于是在当天晚上的时候 她就把真一约到了城外的凉亭 想要试一试老师教得好不好使 真一再来到之后看到她正在弹琴 先不管她弹得如何 就开始上前鼓掌称赞 给她双击点了一个666 可让真一没想到的是 今日毕大人却一反常态装起了清高 随意地寒暄了两句就要离开 这让真一很是震惊 这货今天难道吃错药了吗 之前就跟狗皮膏药一样经常主动贴上来 今天为何如此的冷淡 等毕大人骑上马的时候 真一开始被送起了毕大人给她写下的情诗 听到真一的声音 毕大人忍不住想要回头 可突然又想起了补习班老师给她说的话 于是又骑着马离开了 她按照老师的指导极力地克制自己坚决不能回头 想着跟真一来一个欲情故纵 放长线钓大鱼 她以为真一会主动地追上来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真一只是对着她邪魅的一笑 直接转身离开了 下人赶忙告诉毕大人真一离开了 毕大人顿时激动了起来 一不小心直接从马上摔了下来 这一切也都被真一看到 其实真一早已经看穿了她的小九九 只不过是在故意陪着她表演 能看着达官贵人吃瘪让真一很是开心 看着离开的真一 属于男人心中不去的信念再次被毕大人激发了出来 为了得到真一 毕大人特意举办了一场诗词大赛 但她不知道的是正是因为这次的诗词大赛 让她彻底地失去了拥有真一的可能 她让十个男人跟真一比试 如果她输的话就脱一件衣服 如果真一输的话就要做她的妾室 毫无疑问啊 男人们输的衣服差不多都快脱光了 毕大人的颜面这下彻底地保不住 白武为了缓解这甘大的局面 让手下的异技们现武来活跃气氛 可没想到毕大人他输不起 赢不了真一 他就把怒火发泄到其他人的身上 他训斥异技们跳的舞蹈都是什么东西 只不过是为了讨男人们欢心的小手段 根本就上不了台面 他让所有的异技们都去在场的男人身边为他们赔酒 白武马上不乐意了 舞蹈对于白武来说就是他的生命 是他毕生的信仰 又岂容别人随意见他 于是愤怒的白武直接上前掀翻了毕大人的桌子 所有人都非常的震惊 要知道毕大人可是王室宗亲 白武此番必定会遭到毕大人的疯狂报复 白武也因此被毕大人关进了大牢之中 毕大人准备打断他的四肢 让他以后再也不能跳舞 以此来作为对他不敬的惩罚 而在另一点 小姐妹们都在责怪真一 如果不是他惹怒了毕大人 白武又怎么会被牵连进来 而毕大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真一成为他的妾室 为了能救下白武 真一最终答应了下来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毕大人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可白武却不愿意 真一是他最优秀的学生 曾经因为自己的自私 导致真一跟他的初恋恩浩被迫分开 最终导致恩浩惨死 他不希望真一为他而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 于是他给真一留了一本贺武的误 上面写着真一的名字 可打开以后里面却全部都是空白 很明显 贺武作为白武最骄傲的舞蹈 他希望让自己最优秀的徒弟替他传承下去 而白武也穿上了贺武的衣服 来到了悬崖边上 开始舞起了他最为骄傲的贺武 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跳舞 至此世间再无白武 白武的离去让真一非常的自责 若非自己一味地想要戏弄贵族 白武又怎能会离开自己 不久之后 国王昭真一入宫表演贺武 可真一因为白武的离世 始终无法发挥最佳的状态 台上的大臣们也开始议论起他师父白武的死因 毕大人更是把一切的过错都推卸到了真一的身上 毕大人的话也让真一不由地想起他跟白武之间的事 当初因为自己的不懂事 说了很多让白武心碎的话 更是做了很多让白武心痛的事 原本就怀着对白武愧疚的真一在听到毕大人的话之后 再也承受不住压力晕倒在了舞台之上 原本国王想要看一场绝美的舞蹈 可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这让国王很是生气 一旁的大臣见国王生气地离去 马上下令让人把真一给拖下去 还没等士兵上前 经大人不顾众人一样的眼神 直接走上前去 抱着真一就离开了 可经大人此举也引起了毕大人的不满 开始对他怀恨在心 其他的大臣们也开始趁机弹劾经大人 要求国王下令惩罚破坏宴会的真一 以及不遵守礼法的经大人 经大人为了不牵连真一 他把所有的罪责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在一天下雪的深夜 一身素衣的经大人跪在国王的大殿前等候着国王的处罚 好在国王并不是一个昏君 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处罚两人 可真一这边却出了大问题 真更半夜他想要出去跳舞 梅香把他给拦住了 女孩表示说如果没有跳完舞蹈 航手白武是会生气的 梅香告诉他 白武已经死了 让他清醒一点 但他始终坚信白武没有死去 他不停地到处去寻找白武 昔月的小姐妹看着精神出现问题的真一也很是心疼 始终都找不到白武的真一只能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最后他穿上了跳河舞最美的衣服 来到了白武跳舞的地方 在这里他似乎感受到了白武的气息 他想要追随白武的脚步 就在这关键时刻 金大人及时出现拉住了他 随后把他拥入了自己的怀中 用自己的爱来感化这个心灵受伤的女人 为了照顾真一 金大人辞去了官职 陪着他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两人的小屋虽然简陋但很温暖 为了能给真一改善生活 金大人每天都会去河边钓鱼 真一也会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 这一晃就是三年的时间 可即便两人消失了三年的时间 毕大人依然不准备放过他们 到处张贴的都是搜捕两人的告示 势必要将两人给找出来 为此他还让人四处散播谣言 说真一的母亲由于过于思念女儿 一直卧病在床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而真一跟金大人还在继续着 两人的幸福生活 不过真一还是时常会想起 在教方的生活 两人在盘线的时候 真一看着手中的棉线 都会情不自禁地上前拨弄一下 好像这就是他玄情的琴弦一样 就连在洗衣服的时候 也会时常想起自己的母亲 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在晾晒床单的时候 一阵风吹过 他似乎又看到了在教方跳舞的场景 他想要伸出手跳一支舞 可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这一切也都被金大人看在眼里 他知道真一是想念在教方的生活了 很快毕大人散播的谣言 传到了真一的耳朵 他想要去看望母亲 可却被金大人给拦住了 金大人告诉他 这很可能是毕大人的诡计 为了就是要将他们两个给引出来 可真一作为母亲唯一的女儿 遇见这种事情 他不可能置身事外 无奈之下 金大人只好陪同真一一同前往 而在另一点 毕大人埋伏的人早已经准备好 就等着他们两口子自投罗网 回去之后真一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母亲的身体很好 并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这时才明白 这一切都是毕大人的鬼 为此母亲特意收拾了一些经营首饰 让他们带着这些赶紧离开 离开以后真一提议他去一趟当 扑换一些钱出来 之后前往约定的地点会合 可正因为他的这一决定 导致金大人最终被抓了起来 在真一回来的时候 金大人发现有人埋伏在真一的必经之路上 为了保护真一 金大人主动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埋伏的士兵一拥而上把他给围了起来 这一幕刚好被真一看到 他想要上前陪着金大人共患难 可却被突然出现的一个男人给拽走了 拉着他藏了起来 至于金大人则是被士兵给带走了 之后金大人被关进了囚车 在朝鲜贵族更衣迹成亲这可是死罪 这个男人将要接受朝鲜历史上最为残酷的刑罚 被似牛分尸 而他的妻子却在另一边在别人的面前翩翩起舞 他们夫妻两人都是逃犯的身份 真一之所以在这里跳舞 他也是为了能够救下丈夫 他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深渊壮指 借着这张壮指跳起了舞蹈 也许是他的舞蹈太过于凄美 也许是他的真情太过于动人 众人看着他的舞蹈都不由自主地流出了泪水 就连国王也不例外 而在另一边金大人已经躺在了草席上 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到来 他的嘴巴不停地颤抖 可即便是死他也没有说出妻子真一的下落 这是一个值得他用生命来守护的女人 行刑的大黄牛已经准备就绪 随着鼓声的响起 四头牛向不同的方向走去 金大人马上被拉了起来 身体也被悬在了半空之中 随着四头牛不断地用力 他感觉到自己的四肢即将远离自己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名士兵带来了国王的旨意 金大人得到了圣语 紧绷的绳子瞬间便松了下来 金大人也重重地掉在地上 忍不住开始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虽然金大人得救了 但真一却被关押了起来 因为在当时的朝鲜 贵族是不可以跟一记成亲的 否则的话必定会被判处死刑 晚上的时候 国王看着真一写的壮志 感觉真一是一个非常痴情的女子 于是便让人把真一带到了自己的面前 他决定要成全这对真心相爱的人 因为当年他为了王位放弃了心爱的人 导致到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 依然觉得十分的愧疚 所以现在他希望两个相爱的人 能够得到应有的幸福 但毕竟国家早有律法规定 贵族是不可以跟一记成亲的 于是国王便提议让真一以假死的方式 躲过惩罚 可没想到真一竟然直接拒绝了 并且表示希望能让他继续回到教方 重新开始他的一记生涯 可刚刚回到教方之中 真一便晕倒过去 经过大夫的诊断 才发现真一已经怀孕了 整整三年的时间 真一才刚刚怀孕 不得不说金大人的行动属实有点慢了 当母亲得知真一放弃了 跟金大人一起离开的想法之后 母亲非常的生气 如果一家人不能在一起 那几个月后出生的孩子该如何是好 如果一直待在教方的话 将来孩子的身份也必定会低渊一等 真一之所以这样做 也是有自己的想法 他希望金大人能够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而不是陪着他隐居起来埋没了他一身的才华 而他自己也更加希望能够回到教方生活 只有这里才真正属于自己 可金大人虽然说官赴原职 但他却无法看着妻子在其他男人的身边周旋 相信所有的男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 不久之后金大人也终于得知了真一怀孕的事情 他想要劝说真一离开教方 跟他一起远走高飞 但真一却不愿意 两人拉扯中真一不小心直接滚下了楼梯 不出意外的话 他肚子中的孩子保不住了 如今没有了孩子作为羁绊 真一也将要开始他新的生活了 他要和芙蓉竞争梅乡接班人的挑战 芙蓉作为梅乡最优秀的弟子 他很快便有了灵感 他把大鼓舞和鹤舞相互结合融会贯通 自创了一种新的舞蹈 而真一这边还迟迟没有灵感 他翻看着空白的舞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第一次偷看异记们跳舞的场景 这让他瞬间明白了过来 最好的舞蹈不是为了感动那些早已经做好准备被感动的人 而是在猝不及房间感动那些最平凡的人 为此他特意来到了大街上跳起了舞蹈 对于真一的舞蹈 百姓们都看得如痴如醉 但只有这个老头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他表示说这根本就不算是舞蹈 还没有纽扬的好看 老头虽然其貌不扬 但他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他是当时朝鲜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 眼看老头想要离开 真一马上追了上去 他询问自己的舞蹈哪里不好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老头马上表示说真一全身上下都散发着高傲的气息 现场观众看的根本就不是你跳的舞蹈 可真一却不是很明白 但老头并没有跟他多说 反而让他自行领悟 随后便直接离开了 真一回去之后 开始不断地回忆白天在街上跳舞的情景 当想到百姓们看到他的表情 以及他浑身上下昂贵的首饰之后 他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但他依然不相信自己的舞蹈 就跟老头说的一样那么的一文不值 于是在晚上的时候 真一一身普通人的装扮 再戴上面具重新来到白天跳舞的地方 开始跳了起来 百姓们对于跳舞的面具人感觉十分的好奇 纷纷驻足为观 可好奇心过后再也没有一个人观看他的舞蹈 这时的真一才终于明白 人们之所以看他的舞蹈 仅仅是因为他华丽的外表而已 于是他特意过来请教老头 如何才能跳出世间最美的舞蹈 老头并没有直接回答他 而是给真一倒了一杯花茶 只见一枚柑橘在经过开水的冲泡之后 慢慢地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真一仅仅品尝了一口 马上就悟出了如何跳出最美舞蹈的真谛 身为松都最优秀的一己 他从来都没有体会到过属于普通人的快乐生活 于是他便开始尝试体验普通人的生活 从生活中寻找舞蹈的步伐 当他全身心地融入其中后 自然就能跳出最美的舞蹈 跟芙蓉比试的时候 真一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 就连无谱也没有带来 可他轻盈的脚步加上欢快的步伐 让评委都不由地暗暗称赞 直到真一表演结束 所有的评委都为他献上了掌声表示祝贺 虽然真一拿下了比赛的声音 但他并没有做航手 也没有继续留在教坊 而是选择留在了民间 继续完善他那还没有完成的无谱 至此这部剧解说完毕 很多人也都非常的喜欢女主黄真一 接下来会为大家更新其他剧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